Goshin的粉! 我是Crystal 耶伯伟 那今天的Goshin Do You Know呢 就是在我眼前的这位美女 Justina 哈喽Crystal 哈喽大家 OK 那因为最近看到Justina有新歌 叫做Making Me Feel 跟大家介绍这首歌吧 其实这首歌是属于比较活泼的歌曲 然后歌词呢是关于一见钟情 就是你会很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啊 然后会去他的social media stock他等等的 就是很少女感的 对 然后这首歌里面的画面就是 我去到哪里都会见到他 我跟我朋友去去喝茶 这样子我又遇到他 我去Mask Grip也遇到他 所以就是有一些忐忑不安的那种行动过程 当然我在这首歌曲的MV里面看到 哇 画了很多个场景耶 那我很好奇到底花了多长时间去筹备 然后跟拍摄 其实录歌的话我是去年三月已经录好了 只是因为我有Pharmacy实习 然后过后就疫情 然后直到九月才登市开拍 然后拍摄的话大概是两天 嗯 因为在MV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造型耶 你自己有特别喜欢哪一个造型吗 哇这个问题很难耶 因为每一个造型都是我真的很用心的去设计啊 搭配啊 哦所以每个造型都是自己设计的啊 对 哇不错咧 因为真的是整个MV看起来有那种K-pop的feel 然后也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名牌 所以都是你自己的私藏的咯 都有耶 然后有一部分也是 就是很感恩有品牌就是赞助这样的 其实很多网友呢 都很羡慕Justina的家境跟生活 然后很好奇 现在Justina其实目前有什么东西是你会觉得 哦我缺那样东西了吗 最缺自由 什么 就是很喜欢去旅行啦 就这样子 哦 对因为看你们的social media 每一年都会出国旅行 对就是 因为我这几年来都是有在做travel的content 嗯 所以就是 习惯就是每个月会出国 嗯 可是因为 每个月 嗯 就是几乎每个月耶 去年 这样after疫情 应该会每一个月去几个国家吧 就没有回马来西亚了 该够了 然后妈妈就会一直complain 哈 你可以乖乖再在家吗 不要整天出国 那想要跟关注你支持你的人说些什么 真的很谢谢他们一起来的陪伴 然后就是无论是高潮或者低潮 他们都是一直鼓励着我陪伴着我度过 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 然后呃 就是希望我可以有更多更多好的这些作品来回报大家 然后呃 谢谢大家继续关注 OK 那其实一眨眼2020年就剩下最后那一个月了 太快了吧 对很快 好像没错到这已经12月了 哈哈 是那有些什么计划是来你已经完成了 for 2020年的year plan 今年的计划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在五六月的时候就是正式成为药剂 就是拿到那个指导 然后再来就是今年最 嗯 很大的计划就是那个 making me feel 就是个人手上单曲 我觉得这两个会是 比较大的 对 已经完成了 嗯 这样子算你2020年算是圆满了 对对对 出了出国 但是有 你看啊完美的人生胜利组 OK 长得又漂亮啦 身材又好啦 没有啦 家境又OK啦 然后 然后学业也完成了毕业了药剂师耶 就是踩了 然后会唱会跳 所以就是要继续follow这么完美的Justina 期待她日后带给大家更多更棒的作品 谢谢 谢谢 OK 记得去看她的新歌MV 在下面like还有comment 然后也不要忘记 subscribeGoshen的YouTube channel 哈哈哈 好啦 今天很开心 可以在线跟Justina这样子互动 我们平时就只能在event上面见面 不过现在疫情关系没有event了 OK 有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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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再许久 OK 今天谢谢Justina 谢谢Crystal 谢谢Goshen 谢谢Goshen